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作为讲诗说词的大家 叶佳颖先生对于诗词的解读 不仅可以讲授出前人心中所感与文字之美 更可以将自身的经历 品格 修养与诗词融为一体 使得古诗词散发出别样的光彩 更加深入人心 我们在感知古人作品的同时 叶佳颖先生坎坷跌宕的人生也仿佛历历在目 那么叶先生的品格为何能够赋予古诗词新的生命 他对诗词的讲授又体现了他怎样的内心世界呢 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词大先生》第五集 高洁人相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怎样才能写出好诗呢 沈德前在《说诗罪语》里讲 有第一等金报 第一等学诗 思有第一等真诗 也就是说 作诗与诗人本身的品格 学诗 金报 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怎样才能把诗词讲好呢 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曾经指出 西方的文学批评 形成一种理性判断的传统 而中国的说诗 则是一种由情感伴随的活动 所以这就与说诗人本身的气质 修养 品格密切相关了 叶佳寅先生常常说 真正伟大的诗人 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诗篇 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诗篇的 这些优秀的诗篇 融入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心灵 智慧 品格 金报和修养 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 其实就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 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 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 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 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 使讲者与听者 或者说作者与读者 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 在这种与生命相融会 相感发的活动中 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 叶佳寅先生的说诗谈词 深入人心大获成功 与他本人的性情 品格 修养 气节 也有着密切联系 大家仰慕叶佳寅先生身上的 忘我 执着 坚强 宽人等品节 自然在听其讲解的时候 就更容易被吸引和感染 高节 人相众嘛 毫无疑问 叶佳寅先生对诗词 那是真爱 他曾经说 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 美好 高节的世界 而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进不去 找不到一扇门 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 让大家能走进去 把不懂诗的人 接引到里面来 这就是我一辈子 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于艺术的专注投入 对事业的望我追寻 更是如此 究竟是当作谋生的手段 还是凭自己的兴趣和热忱 我们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举一首诗 为例 大家知道 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江奎 他少年孤贫 屡世不定 终生未能入世 而江奎一生漂泊江湖 靠卖字和朋友的接济为生 但是江奎多才多艺 精通音律 擅长填词谱曲 所以他的词作 格律严密 以空灵含蓄主称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首 江奎的小诗 《灯词》 来欣赏一下江奎笔下的女主人公 一位舞者 追寻艺术的故事中 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完美的地方 灯以阑珊 月色寒 五儿往往夜深还 只因不尽 颇缩意 更像街心 弄影堪 灯以阑珊 就是说时候不早了 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那么月色寒呢 是指现在的时节 还是寒冷的秋冬之际 五儿往往夜深还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舞者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 每天下班的时间都很晚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们下了班 或者下了学 是不是步履匆匆地 马上要赶着回家呢 我们下了晚自习 也是抓紧时间 赶快奔回宿舍 对吧 但是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 这位舞者却与众不同 虽然她下班很晚 虽然还是寒冷的天气 但是她没有马上赶着回家的那份急迫 反而有一份指音不尽 泼缩意 更像街心弄影堪的从容与沉醉 就是因为她在工作时间内 跳舞还没有跳尽性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 就在这昏黄的月色下 依然翩翩起舞 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了舞台 没有了观众 没有了掌声 没有人给她付演出费了 这个舞者在回家的路上 还可以顾影自连 还在手舞足蹈 这位舞者对舞蹈的痴迷 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 超脱世俗的层次 可以完全不在意 是否有观众 是否有掌声 是否有喝彩 她只是由于热爱 而流连忘返的投入 并且乐在其中 这种足乎己无带于外的 自我实现 自我完成 才是更高的 自得其乐的 艺术追求的境界 孔子曾经说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意思就是说 学习知识或者本领 知道学习的人 不如爱好学习的人 接受得快 爱好他的人 不如以此为乐的人 掌握得好 姜葵里下的 这位舞儿 因为有自己 真正心仪的对象 愿意投注的目标 那就是舞蹈 所以哪怕是 在回家的路上 哪怕已是深夜 哪怕是 在寒冷的环境中 哪怕是无人喝彩 他都不在意 还可以翩翩起舞 因为他已经沉浸在 更像街心弄影堪的 那份自得其乐中了 大家知道 叶嘉莹先生从1979年春 开始志愿自费回国 讲授古念诗词 1989年 叶先生从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退休后 又捐出了自己 退休金的一半 十万美元 在南开大学 设立了叶士陀安奖学金 鼓励青年学子 传承古典诗词 当叶先生九十多岁时 不仅依然坚持授课 指导研究生 而且还在南开大学 捐设了加铃基金 志在全球弘扬中华诗教 就在2023年 南开大学举办的 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百岁的叶嘉莹先生 专门向医院提出申请 来到大会现场 并向与会学者深情地表达 我是一生一世 都以教书为工作 为事业的人 所以我的心目之中 只是要把古人的诗词里面 他们那些美好的理想感情 传给下面的年轻人 相信将来 我们中国的诗歌传统 诗歌 诗教 诗对人的感动和教化的传统 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叶嘉莹先生身上这份 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 堪的乐知者的忘我投入的情怀 是其诗词讲授能够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 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 诗中之人因舞而痴 与叶嘉莹先生对诗词的执着与望我不谋而合 这份热爱也令诗词成为了他内心情感的寄托 在叶嘉莹先生的诗词创作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于诗词的独到感悟 更可以读出他自己的心境与情愫 那么四十年之前的一首蝶恋花 体现出叶先生怎样的一种精神品格呢 叶嘉莹先生四十年前曾写过一首蝶恋花 表达了自己爱象高楼的情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爱象高楼凝望眼 海阔天摇 一片苍波远 仿佛深山如可见 孤帆遍逆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诊探 九晚滋兰 难忘芳妃院 消息雇员春一晚 花期日日心头算 开头的爱象两个字 就表明了登高望远 已经成为作者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登高望远不仅从字面理解 而且表明了立身处世高于尘世的一种精神境界 这首词写于1983年 当时的叶嘉莹先生已经年尽花甲 她宝尽风霜颠沛流离 经历了很多磨难 这个宁字用得好 表达了对理想质疑的一种 庄重倾注的感情 那么高楼之上的女子 具有怎样美好的品格呢 我们可以来读一读李商隐的双月 这首诗写深秋季节 在临水高楼上观赏 月白霜青的夜景 不但生动地展示了 双天夜月 一片空明澄澈的自然美 而且还象征性地表现了 高楼之上的女子 耐冷的精神美和人格美 初闻争艳 已无禅 百尺楼高 水接天 古人往往通过观察 大自然的禽鸟重授的活动 来体认气候的变化 季节地转换 这首诗由秋叶初闻艳声 而联想到禅明已绝 言外之意 似乎对深秋的高远辽阔 清静绝宣 怀有一种欣赏的感情 这就揭示出全诗的情感主调 水接天 指秋空的明镜 月色的澄清 在月光如水 和天边连成一片中 这种双华月光 似水一色 在诗人的眼中 引起了幻觉似的感受 从听觉到视觉 从识写转向虚写 写出了一种遥落高寒之态 空明澄澈之境 轻女素额 居奈冷 月中双礼斗蝉军 轻女 大家知道是神话传说中 主管双雪的女神 素额呢 当然就是嫦娥了 月色洁白嘛 所以就像是不失粉黛的美女那样 就称为素额 这个句 在此我们读成句 强调二者的共性 禅娟 本来就是说美好的滋容 在这里 斗禅娟 就特别预指一种高洁 清雅的风姿 李商隐将双月交辉的自然美 幻化为双神 月神斗美静言 不但是美好的自然景象 具有了生动的意态风貌 而且摄取了双月的精神魂魄 同时 诗人还进而想象了双月 双神月神 具有特殊的品格修养 什么呢 耐得住孤独 守得住寂寞 这种耐冷的品格 他们在清冷的环境中 不仅可以生存毫无色索畏惧 而且倍增 生气精神 充分展示出品格之美 而这份美 不是繁俗的艳丽 而是一种不失粉带的 本色美 一种与清冷环境相称的 高洁优雅的 意态美 一种环境越孤寒 就越发富于斗志的 精神美 说到高楼之上的女性 我还想起 有一年在南开大学的 夜市团奖学金的 颁奖典礼上 叶家莹先生曾经 讲到过一首 顾随先生的绝句 绝代家人度以楼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个毒字 为什么张老师 不把它毒成毒 而毒成度 这个毒啊 是个入生字 我们的古人呢 是讲究平上去入的 我们如果 把每一个诗词 它的韵角 它的这个读音 改变了的话 就感觉 循环往复的 音韵之美消失了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诗词 它是讲究 平则间隔出现的 这样的一种 起伏 或者说我们的 一阳顿挫的生韵美 叶家莹先生曾经讲过 他说 声音里有诗词 一半的生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学诗词 绝对不是自己 闷着头在那儿想就行了 古人创作的时候 他要引勇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读诗词的时候 尽量地把声音 起伏 一阳顿挫的 这种节奏美 能够读出来 是更好的 绝代佳人 度以楼 江头看惯 去来州 一从读会 灵君父 不爱欢愉 只爱愁 这首诗里的主人公 是高楼之上的女子 那这个女子 我们要注意了 顾先生形容她是家人 而没有用美人 利人 这样的称谓 为什么呢 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因为家人 更注重的是 一个女子的才华品德 而不仅仅是外貌形体 或者服饰之美 读以楼 说明这位绝代佳人 她是孤独的 那么 这个高楼之上的女子 她关注的是什么呢 她是阳首望天吗 不是 江头看惯 去来州 古人出远门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水路 所以呢 这位高楼之上的女子 她在江头之上 看到的来来往往的舟船 就像我们今天 在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上 看到这些车来车往 也会不禁有这样的感慨吧 顾先生接下来却说 一从读会 邻君父 不爱欢愉 只爱愁 邻君是谁呢 就是屈原呀 如果我们真正地读懂了 中国古典文学中 屈原以下的诗人诗作 一旦我们跟这些古圣先贤 发生了生命的碰撞 思想的交流 我们就会明白 一个人现实的 物质的欲望满足 都是短暂的 真正需要寻找追求的 恰恰是境界的提升 也就是不爱欢愉 只爱愁 你就不会为那些 外在的表面的物欲 所迷惑和困扰 转而会去寻找和思考 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 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 自己精神修养的提升 而不是短暂的肤浅的物质欲望的满足 那么叶佳迎先生笔下的这位 爱想高楼 凝望眼的女主人公 她看到了什么 奇迹的又是什么呢 海阔天摇 一片苍波远 既表现了所要追寻对象的疗远 也表达了眼见碧波荡漾 新潮澎湃难平的畅往和辽落 仿佛神山如可见 孤帆便逆追寻便 仿佛如好像都有点不确定似的 表达了理想的渺远和难以实现 孤帆一方面是表现了诗人的理想 以及追求理想的行为 取高贺寡的孤觉 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一夜偏周 在惊涛骇浪中的险觉 但即便如此 诗人仍要上穷必落下黄泉 虽久死而又未悔地去追寻 所以接下来诗 明月多情来诊盼 九晚滋兰难忘芳菲苑 诗人多情 所以看着明月也多情 明月都升上夜空了 但还有人在枕上辗转难眠 叶佳莹先生因为心中的这份芳菲苑 所以讲课地域跨越了大江南北的 近百所高校 真正是旧晚滋兰 而叶先生对于自己晚年回国教书的选择 也充满了期许 所以才会说 消息雇员 春一晚 花期日日 心头算 相信花期到了的时候 终必有盛开的一日 2018年 叶佳莹先生被授予最美教师 颁奖词里有这么一段 叶佳莹先生 一故诗清城 再故词清国 从读诗到写诗 从品诗到讲诗 他说 诗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诗词教育则是一种关乎生命的自我救赎 他这一生颠沛流离 唯一的根深深扎在了中华古典文学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就用英语在北美讲授古典诗词 将古典文学之美传播到世界各地 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四处讲学 从七八岁的孩童 到十七八岁的青年学子 再到七八十岁的茂蝶学者 无不得意于他厚重的学养 叶佳莹先生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孤独 这份爱想高楼宁望眼的 对诗教传承事业 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 是他诗词讲授 分外具有感染力的一大因素 这也体现出了 叶佳莹先生所倡导的弱德之美 在中国古代 诗词创作往往是文人默克们 遭遇困境之时 激励自己的重要方式 人生百年历经苦难的 叶佳莹先生亦是如此 他从古人诗词之中 汲取着自己面对困境的乐观与力量 又将这些满怀希望的诗词 与自己的人生相结合 讲述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 叶先生曾经说过 看似鲜弱的诗词 像坚韧的铠甲 帮他承受了那些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那么叶佳莹先生 又是如何将从困境中获得的力量 通过讲授诗词传递出来的呢 请继续收看《高洁人相众》 叶佳莹先生的百岁人生 经过了很多的患难与打击 但是叶先生始终心向光明 始终通过诗词讲授 传递人间的温暖 彰显人性的真善美 这就使我想到了朱熹的一首小诗 《水口行舟二手 其一》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昨夜偏周雨一缩 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市卷孤棚看 依旧青山绿树多 昨夜诗人承舟到水口一带 大雨飘泊 风极浪高 江天一片漆黑 诗人披着缩衣 躲进了船舱避雨 倾听着外面的风浪声浮响连篇 这两句虽然是直接写经过 但是有很多的转折 雨一缩 就鲜明地描绘出船在雨中行走时 诗人的状态 大有苏氏在定风波中的一缩 说烟雨任凭声的潇洒 反映出诗人随意而安的从容淡定 第二句呢 写满江风浪 而且是整夜的满江风浪 诗人并没有描绘具体的形式险恶 却换成了夜如何的疑问语气 究竟是忐忑不安之一句 还是多少有几分倔强不屈的反问呢 通过这一问 也点出入睡后风浪不但持续 而且又逐渐加大的景状 诗的后两句 写天明雨季的情景 今朝试卷孤鹏看 就呈上启下 与开头第一句的 昨夜形成了对举 昨夜是风雨交加 而今晨呢 则雨停了 所以诗人赶快卷起棚窗 向外观看 这一句呈夜如何而来 看似不接 实际上接得很巧 夜如何包运着 很广泛的意思 其中最主要的 大家想想看 想知道这一夜的大风大雨 是否使昨天所见到的 秀丽景色改变了呢 大家还记得 孟浩然家喻户晓的名作 《春晓诗》中有这样两句 夜来风雨声花落之多少 对吧 它也是这种类似的情感关照 所以诗人醒来后 就要试着卷起棚窗 一看究竟 这个试就是试探 写出了诗人生怕昨天晚上满江风浪 带来不好的后果 是须字传神之处 最后大家看 用了一个看字 自然地引出了第四句 依旧青山绿树多 浓墨重彩地展现了诗人周行所见 语记的新鲜景象 风雨过后的闽江 波平浪静 两岸景色依然是青山低脆 绿树葱龙 令人赏心悦目 那么前一句的试 看是叙事 末句答案出来之后 我们才更能体会出 诗人见到青山无恙 绿树长青时的那份欣喜 而青山绿树多 与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 花落之多少 就形成了文本的呼应 更加耐人寻味吧 在接受风雨打击后 依然坚挺的 一定是青山绿树 而绝非美艳浇花 最后一句纯然写景 但却景中寒情 景中渔礼 这首诗所写的 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诗人却从此次 周行的亲身经历中 悟出了一个道理 不管风浪怎样险恶 却催不垮青山绿树 风浪过后 大自然仍然生机蓬勃 无限美好 读者由此 就会获得一种启迪 在人生的旅途上 不要畏惧暴风骤雨和惊涛骇浪 而要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态 要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 包括人的生命活力 终究会战胜风雨黑暗 叶嘉莹先生正具备这样一份 乐观坚强的品格 2007年初 叶先生曾经因为 生患肺炎住院 等到他痊愈之后 也写过一首绝句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雪冷不防春意到 病犬心见好诗来 但使生机着未尽 红麴还像月中开 叶先生认为 无论是严寒的环境 还是个人的病痛 只要战胜它 就能迎来盎然的生机 叶嘉莹先生 还曾经以 《红麴还像月中开》 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 为题目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表达对我们 不断更续诗教精神的信心 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责任 学人文科学的 更应该担当起 传承民族精神命脉的责任 数千年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带有承传 千百年来 传颂的古典诗词 也必将滋养 一代代中华儿女的 精神世界 很多人说 听叶嘉莹先生讲诗 听着听着 自己就跟着进去了 他那亲切的言语 往往能够引发 大家的换位思考 我们可以来读一首 杜甫的《又成无狼》 唐前铺枣任西林 无时无儿 疑妇人 不畏困穷 宁有此 指缘恐惧 转须亲 急房远客 虽多事 便差疏离 却甚真 以速征求 贫道骨 正思荣马 泪迎金 公元七百六十七年 也就是杜甫漂泊到 四川魁府的第二年 他住在让西的 一所草堂里 草堂前有几棵枣树 这西边有一位老邻居 常常就会到他这里来 打枣冲击 杜甫看到这位老妇人 总是笑脸相迎 从不干涉 后来杜甫呢 把草堂让给了一位 姓吴的亲戚 就是诗中的吴郎 自己搬到离草堂 十几里远的东腿去住了 这吴郎搬来之后呀 看到这老妇人打枣 她就有了意见 说你整天来我们家打枣诗 算怎么回事呢 所以吴郎就在自己的房前屋后 围了一圈篱笆 表示这里是我的私有财产 不容侵犯 老妇人 她觉得都府走了 这位吴郎怎么一到 自己连打枣吃的机会也没有了 所以当她再遇到杜甫的时候 难免就唠叨埋怨起来了 哎 你走了 我这日子还不如从前呢 以前还能吃几颗枣 现在呀 连你家的枣也吃不上了 杜甫听了 就赶紧写了这首诗 以诗代茧 劝告吴郎 我们从吴郎这个称谓 就可以看出 吴郎应该是比杜甫年轻的晚辈 但是杜甫作为长辈 给晚辈写诗 怎么用了一个成字呢 这是一个敬词 表示非常的郑重其事 这位西边的老太太 她是无时无儿一妇人 既没有子女赡养 也没有衣食来源 如此的孤苦伶仃 所以杜甫讲 不畏困穷宁由此 只缘恐惧 转须亲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不是困穷到了极点 怎么可能靠打别人家树上的枣吃 来果腹冲击呢 毕竟这枣树不是自己家的呀 吃枣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对吧 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 她来打枣吃时候的 那份胆战心惊 那份恐惧不安 就应该转而 对她更亲切才是啊 杜甫跟这位老妇人 既不沾亲也不带顾 但是主动给吴朗写信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杜甫对这位老妇人的同情与牵挂 杜甫被后世称为师圣 也正是因为她对底层人民 常怀悲悯之心 这就是我们想到 孟子里面所讲的 为人者为能以大事小 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也就是说呀 真正有人爱之心的人 他可以做到以大事小 作为强者 他会换位思考 去尊重弱者 平等地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杜甫的这两句诗 体现了一种换位思考 对于弱势群体 对于有求于自己的人 我们能否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呢 如果大家都能够换位思考 都能够体谅别人的不义 不为困穷 宁由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对他人多一份换位思考的关爱 也许 我们也能够让自己的生命 境界不断提升 我们的社会 也就能更好地实现 共同富裕 叶嘉宁先生 有多个身份标签 教师 诗人 学者等等 但是叶先生自己最为看重的 是教师这个身份 他曾谦逊地说 在创作的道路上 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 在研究的道路上 我也没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 那是因为 我在这两条道路上 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 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 虽然我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 但我却确确实实 为教学工作 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叶先生真正做到了 以食乾坤大 油帘草木青 叶先生所追求的 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 而是要把自己亲身体会到的 古典诗歌里边的美好高洁的世界 告诉更多的人 高洁人相众 正是因为叶先生 有这样的品格与境界 才把诗词讲得如此透彻精微 令人高山扬指 进行行止 好 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百家讲坛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好 感谢您的观看 请请按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转发 转发